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的霓虹国家 国王已非法治国 后来因前世福报献钱 最初七日中 天降粮食雨 接着降了七日的衣服雨 之后又降了七日的珍宝雨 人们进行享受从天而降的各种财物 生活非常惬意快乐 但紧接着又因恶业成熟 天上降下土雨 使所有的人葬身土下 死后堕入恶趣中受苦 佛教科学论中也曾讲过一个故事 某地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一天 她的诊所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 她像鸡一样发出屁股屁股的声音 同时 身体猛烈地颤动 两手像鸡翅膀一样向左右扩张 她说自己喉咙有病 请求疗治 但诊查她的喉咙并没有什么异状 这位医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看患者的样子 很像鸡被绞杀时的状态 询问之下 她正是当地有名的犯鸡伤的太太 于是她拒绝了她的求疹 这位太太听了以后 两手如鸡翅般颤动 叫着 苦啊 苦啊 回到家 倒地便死了 还有 《前世今生论》中也记载到 有一个养鸡专业户 将所养的鸡大批卖给鸡贩子 令其宰杀以谋取利润 后来 她妻子生了个女儿 双手与鸡爪一样 直接与胸部相连 而且肠子暴露在体外 让人深觉恐怖异常 四川电视台对此事也进行了报道 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过 通过以上公案可知 一个人的幸福美满 若依靠造恶业而得来 这只不过是暂时的 最终痛苦必定会纷纷踏来 无法避免 与之相反 一个人生活艰苦 遭受磨难 若是为了行持善法 那也只是短期的 最终势必会迎来光明 所以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遇到一些伪缘或困难 不要特别去在意 去担着 前段时间 听有些居士说 他们在修家行时 受到百般阻挠 尤其是磕头 家人亲友极力反对 不像我们寂静处的出家人 只要身体和心力允许 修行的环境非常自由 而他们作为在家人 学习佛法稍微好一点 可以偷偷摸摸 避开家人 但磕头的话 不得不在家里或单位里 所以 不信佛教的人一看 觉得这种动作怪怪的 就认为是在练气功 好多人都比较担心 虽然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我们修行人的言行 只要符合真理 迟早会感动整个世界 感动身边的人 故不要遇到一点点困难就放弃 其实 对于无偿的苦与乐 没必要患得患失 特别去担着 当你快乐时 背后肯定有痛苦相伴 当你痛苦时 背后也必然有快乐相随 所以 痛苦和快乐是交杂而生的 没有永恒的痛苦 也没有永恒的快乐 因而 对今生的一切幸福受用 荣华富贵 我们也不要贪持不舍 理当追随佛陀及前辈大德的足迹 将其如唾液般弃之不顾 一心一意 希求正法 甘心情愿承受身体的苦行 及精神的磨难 要知道 超越生死轮回之法 只有佛教中有 而要真正获得它 不经历一丝一毫痛苦 轻而易举就想得到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说一般凡夫人 即便是藏汉两地的大成就者 在求法过程中 也难免会经受诸多苦难 不过 修行时 越有违缘就越有动力 以此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 如果一点磨难都没有 修行过于顺利 有时候反而容易退失道心 所以 我们要想做个真正的修行人 就一定要随学前辈大德的精神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应尽力去排除 去克服 把修持佛法的伟大事业 在今生今世中贯彻到底 心中要默默发这种誓愿 我曾看过 汉地来果禅师的四十八大院 里面的精神十分可嘉 修行人关键要有一种心力 假如你心力比较强 就算表面上比较弱小 但乃能达到自己的修行目标 可是如果你心力不够 大多数发心都围绕着自己 天天想着 我怎么吃饭 我怎么样成就 这完全没有一点意义 对上述道理 每个人要诚心诚意地思维 观修 并且 南怀琴老师曾开示 讲到三世因果 大家很不容易相信 因为看不见缘故 其实很容易看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可不是神通啊 不要瞪起眼睛 以为有个法子传你 你只要看看我们自己一生就晓得了 尤其我们在座中年以上的朋友 我们中年所遭遇的环境 是年轻时候已经埋下的因 晚年所得的果 也就是年轻及中年 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 把人生分三个阶段 二十岁前当前生 二十到四十当着一生 四十到六十当后生 这个三世因果也差不多了 或者看近一点 昨天就是前生 今天就是现在生 明天就是来生 我们很多同学 常常跑来跟我开玩笑 老师啊 我前生究竟是什么变的 我又没有神通 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得见呢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你这一生所遭遇的事 就是前生的果报 欲知来生事 今生作者事 佛法最难之处 就是这个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他承认生命是永恒的 但生命的现象 则是变来变去的 做善事不一定有好报的 很多人只做了一点善事 就马上想得好报 那是不可能的 大的 好的报应 是种在阿赖耶什的根根里 是未来的福报 所以 因果报应是个大问题 有时看到社会上有的人非常坏 但是却非常有福报 好像大部分坏人的福报 都比好人好 当然很多好人实际上是笨人 越笨人越好 人聪明一点就坏 聪明同坏 像是两兄弟 聪明而不坏 有本事 做坏事而不做 那是善忍 有的同学自认为 没有做坏事 可能是因为 你没有本事去做 要讲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那你成不了佛的 因你屠刀也没拿过 我拿把屠刀给你 你可以拿着手 就发抖了 那也用不着放下 都抖掉了 放下屠刀 是放下杀人如麻的刀 放下这个杀人的权利 和本事 才可以立地成佛 所以一般人不能说是好 还是坏 韩信看不起同时 和刘邦打天下的一般人 对他们说 功本禄禄 因人成事 意思是 你们这些人不提也罢 还不是靠我们打天下 才有饭碗吃 一般人对自己认识不清楚 对别人也认识不清 都以为自己是好人 佛法的因果报应道理在哪里呢 如果一个非常坏的人 却有很好的福报 这是他过去生的善根 所带来的善报的业 没有受完 所以这一生是好的 这一生所造的恶业 要到他生来世受报 因果不是那么现实 不等于买股票做生意 钱下去了 就能马上赚回来 因此 修菩萨道的人不求善报 所以他 种诸善根 才无有匹验 不会计较是否得到好报 也就不会有心理上的匹验 活着的时候 随时随地都在做善事 种善根 运气好的 匹来运河 万事吉祥 无疑不称心如意 想赏识什么 爱什么 随时有 不像我们在街上 挑选礼物要送人 看了又看 还要考虑价钱 很痛苦 然而 赏月暂时 报尽缘尽 卑忧长久 这都是暂时的 等到寿命 福报尽的时候 痛苦就来了 也就是说 人一定要有 做人的标准 不走正道 而得意一时 最后还是有问题 不过许多人 还是自顾眼前 不顾自己的后果 虽然我们看到 不少人作恶多端 却仍然安享天年 但是 这笔账 总归有来势结算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